在中国春节来临之际,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日前在东京用中文向凤凰卫视全球华人观众拜年祝福中国春节,并表示期待中日关系发展到新的阶段。 春节将至,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日本东京的外务省向凤凰卫视全球华人观众送上春节祝福。 河野当天特别用中文,祝全球华人过年好,他评价去年中日关系大幅改善,恢复正常轨道,而今年,日本期待两国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特别是希望促成高层互访。 对习近平的世界,日本国家主席政序,并表示,香港国家、国家、国国国国家、国家、国国支部、国家、国政规、国国や国民交流等, 各地的交流、华业、交流、交流、国家、国民交流等、世界中、国家、国民交流等, 日中终于新的岁段关系。 河野还提及,今年日本放宽对中国大学生的复日签证, 日本重视年轻一代交流 他还使用中文 百文不如一见 希望有更多中国游客实际到访日本 这是近年来 日本外相首次通过华文媒体 给中国观众百年 凤凰卫视 李淼 南来号水扇 宁正盛 日本冬季某道